HELLO 欢迎收看布吉TV 我是布雷诺 这一集呢要来持续向大家介绍我家种的沙漠玫瑰 这次要介绍的沙漠玫瑰呢 非常的漂亮 现在观众呢在萤幕上呢就可以看到 这个沙漠玫瑰的靠近它根部呢 长了一些侧牙 然后也有开了一些花 但是比较精彩的呢是在上面这个部分 它是粉色系的 相信呢很多观众呢一定会非常的喜爱 那我们就来马上看它的花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吧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影片的主角 粉红佳人 它颜色呢非常的漂亮 是白妆带有一点粉色 看起来呢是白白粉粉又嫩嫩 非常的有少女感 而且也非常的像玫瑰花 都是跟玫瑰放在一起呢 也一点也不逊色 这个沙漠玫瑰的花朵呢 已经开了有些 已经开了比较久一点 所以它的颜色有点 有点比较 退 比较淡 而在后面的那一朵呢 是比较新开的 由于这个花朵呢它是重拌的 所以比较重 所以都会比较下沉一点 比较可惜 好 这个就是比较新开的花朵 如果你也是相当喜欢 沙漠玫瑰 或者是相当喜欢 种植园艺的话 非常推荐大家 可以去 找这一款沙漠玫瑰 沙漠玫瑰呢 是一种相当好种植的花 比较不会有一般植物的病虫害 多落植物呢也是非常的相似 它在这个根部的地方呢 会储存相当多的水分 来供养 整个植株它所需要的养分跟水分 并不需要时常浇水 它可以大概三四天呢 才浇一次水 就是当土壤比较干燥 而没有浇水呢 也不会枯萎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如果你要出去玩呢 或者是要去比较远的地方 也不用担心 你家的花因为没有浇水 而会干死 沙漠玫瑰呢 它可以在没有水的状况下呢 可以存活非常久的时间 可以非常适合忙碌 或者是你比较懒得去浇水 或者是你时常会忘记浇水的人 来种植 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此告一个段落 如果喜欢我介绍的沙漠玫瑰的影片 请记得按旁边这里的订阅 你就能收到布基TV的影片的最新消息 而如果喜欢这个影片 也记得按一个赞 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你的朋友呢 也能了解到更多 或者是也可以 就此认识这个沙漠玫瑰 是一个什么样的植物 会开出什么样的花 好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